第三单元是要讲紫禁城的建构 及世界文化遗产的价值与维护 这个单元是从紫禁城的命名谈起 言论及地理位置、地图、紫禁城的背景、建构 以及世界文化遗产的价值与维护 紫禁城的命名有关于紫禁城 中间的这个紫字是非常特别的 它并不是指颜色而是指维星 所谓的指维星就是北京星 取其众星拱月之相 就像人间以皇帝为尊 所以特别替他建造一座禁止人民入宫的紫禁城 Forbidden City 一般老百姓是不可进入的 这是中国大陆的世界遗产的分布图 好 紫禁城的地理位置 以及地图在这一带 这里是山东 刚刚有讲到山孔这一带 好 这是紫禁城的地图 我们可以看到旁边是整个护城河 这个护城河又叫桶子河 这里就是五门 这边叫做中路 这是东路 这是西路 后面的这个叫做神五门 这叫五门 次 紫禁城的背景与建构 紫禁城的建造历史是始于明朝第三任的皇帝 明城主朱棣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永乐皇帝 他在1360年5月2号建到1424年8月12号 朱棣的永乐盛世跟唐太宗的 贞观之治是同享盛名的 外患平定的文教是复兴的 于是朱棣在永乐四年的时候就开始筹划建紫禁城 这座紫禁城是在1416年的时候正式开工修建 北京的宫殿紫禁城 由于之后明末农民起义的领袖李志成 放火烧了金软殿撤出北京 至清初的时候呢 重修紫禁城 在永乐19年1421年的时候呢 朱棣就正式签都到北京去了 清始祖顺之帝 是满清入关的第一位住进紫禁城的清朝皇帝 清朝被推翻之后 紫禁城的都城历史也就正式宣告结束 在1924年的时候 第二次直奉战争的时候 爱国将领冯玉祥 他发动北京政变就修正了清室优待条件 之后呢 便将清朝末代皇帝溥仪赶出宫 当时的溥仪呢 在宫内虽然可以听到宫外的某些声响 但是呢 他并不知道人民的心中的民主思潮是已经高涨的 之后就成立了清室善后委员会 负责清理清室的工产私产以及善后的一些事宜 也成立图书以及博物馆筹备 所以在1924年11月5日的时候 紫禁城被改名为故宫 然后这变成一个故宫博物院 在1925年的时候 因为抗日战争时期 1931年日本发动918事变 他们强占东北 华北一告急 那所以故宫博物院的理事们就担心日军清华 所以呢 担心这些文物会被破坏 于是就决意将故宫文物中的一些精品 就把它迁移到 暗藏到上海去 那在1932年的时候 北平政务会议就严理了有三项方案 那其中的这一项就是 陈景中央排卖故宫古物 购买飞机500架 等等 那之后蒋介石跟共军 征战溃败之后呢 将南迁至上海故宫文物的四分之一 再次迁运到台湾 1965年在台北正式成立了 故宫博物院 这是新的故宫博物院 故宫还有俄罗斯的克里姆宁宫 还有日本的东京皇宫 法国的凡尔赛宫 还有英国的白金汉宫 这应该是并称为世界的五大宫殿 如果我们要称四大的话 把日本的东京皇宫去除 我们就称为四大 好 这是俄罗斯的克里姆宁皇宫 这是凡尔赛宫 这是英国的白金汉宫 我们来看一下紫禁城之占地 与平面图 紫禁城有两座 一座在河北省的北京 一座在辽宁的沈阳 那前面这个占地有72万平方米 后者的占地大概只有6万平方米 好 这个是北京的紫禁城的占地 这边又分为外城 内城 紫禁城在这边 黄城在这边 这地安门 这个天安门 好 这太庙 这设计台 那我们第三单元就结束了